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收看 王金年娃之斗歌敬意 热灵有活力 今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 个个都非常有活力 是 首先要欢迎来自 蔡挫港第二分区 居委会的朋友 欢迎你们 欢迎 还有就是益顺东 民众俱乐部的朋友 也欢迎你们 好 那上个星期呢 我们进行了半决赛 上半场的比赛 大家都目睹了 我们六位参赛者 他们亲全力的这个表演 真的 他们完全没有受到 自己的内心恐惧 或者是外界的影响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精彩片段 从来不拒绝挑战的参赛者 拉开了半决赛的序幕 编号一江梅子 对了编号二朱富强 结果五比二江梅子领先 编号三张庆福 对上编号四张允荣 结果七比零张庆福 压倒性胜利 编号五若林 遇到了编号六林静耀 结果是零比七 林静耀 以一面倒的比数胜出 好 我相信呢 大家对于我们所有的参赛者 从陌生到熟悉 然后呢 今天呢 在我们半决赛这个现场呢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进步 是的 比赛之前先介绍导师 好的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的是 杰出非凡队的 林俊杰老师 夏日直升队夏慧老师 霞光四射队翠霞老师 前方百计队方中华老师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欢迎 来自于社会各个层面的 七位评判老师 著名艺人朱丽丽 资深歌唱导师吴坤杰 著名艺人周代兰 成功企业家 也是大慈善家 NATUSURI张仰星PBM 资深媒体人汪丽珍 成功企业家David曾传和PBM 资深歌唱导师张金泉 谢谢为我们严格把关的 七位评判嘉宾 他们将会根据 以下的评分标准来评分 音色音准 歌唱技巧 感情处理 舞台魅力 以及可塑性各占20分 总分是100分 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 冠军可获得现金奖2500元 价值3200元的高级卡拉OK音响系统 价值23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 亚军可获得现金奖1500元 价值2700元的高级卡拉OK音响系统 价值22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 季军可获得现金奖1000元 价值1500元的高级卡拉OK音响系统 价值21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 优上奖 各可获得现金奖500元 价值800元的高级麦克风系统 价值10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 好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赞助商 那就是Dewing Trading and KTV Studio 赞助我们的产品 还有Garden Home Crystal Palace 赞助我们水晶奖座 好 站在舞台上的这四位参赛者 他们期待已久希望也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 尽情挥洒 然后为自己赢得一个大决赛的一席之位 好 现在如何决定呢 当然我手上有他们四位的肖像 要请你抽出编号器 那我们就看看第一张是谁呢 我们有请兵哥揭晓 一 二 三 她就是 王琳达 千方百计队的琳达 好 恭喜恭喜 编号器可以抽出你的对手 一 二 三 她就是 哇 叶拉拉 杰出非凡队的叶拉拉 抽到叶拉拉 此刻心情是如何 平常心了 已经来到这个半决赛了 已经很满意了 那拉拉你呢 对啊 每个选手都很强 所以就尽力吧 好的 祝你们有好的表现好不好 来 请两位先到后台去准备一下 下半场半决赛现在马上开始 好 那马上就来欢迎 来自于千方百计队的编号器 王琳达 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爱的苦酒》 沉沉走过人生的某个家伙 让回忆 代替忧愁 就算负心的你已不再回头 让时光冲淡所有 青春的岁月已经悄悄溜走 付出的情感就像花落水流 谁叫我谁叫我 偏偏却上这杯爱的苦酒 蟲蟲走過 人生的某個焦慮 人懷疑 代替憂愁 就算負心的你已不再回頭 讓時光充當所有 青春的歲月已經悄悄留中 無處的情感 指向花落水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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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叫我 誰叫我 偏偏懸上這杯愛的苦酒 青春的歲月已經悄悄留中 無處的情感 指向花落水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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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叫我 誰叫我 偏偏懸上這杯愛的苦酒 一場比賽會遇到怎樣的對手 這完全是命運來決定 但是能不能夠突破 就是由自己來決定 馬上歡迎傑出非凡隊的 編號八葉啦啦 帶來這首冬天裡的一把火 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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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能力住 能否認識了 你覺悄悄呢 好像不有一日 他們 en Ran my jlen Internation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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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带动全场的气氛 我相信他们都非常喜欢 那最重要是 评判老师们喜欢不喜欢 好 接下来看看 你们今天的表现 我们的评判嘉宾们怎么说 哇 我觉得 开场的两首歌曲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觉得两位都做得非常好 真的你们的老师一级棒 谢谢 我先讲琳达 爱的苦酒 这首歌很适合你 你的声线很适合 而且你的那个开场 那个神韵是在的 很好听 不过那很可惜 有一点点尾音不是很稳 拉音的部分 虽然你有到 但是就是稍嫌不稳 所以希望在歌艺方面 继续地加强 拉拉 老师 我觉得这个版本的冬天 真的很特别 很有惊喜的感觉 用rap的歌手出场 然后你也很投入 整首歌很有个性化 the bridge的部分 虽然有一点点破音 但是我完全可以原谅你 为什么呢 全场的热度 全场的投入 那种青春表现出来 我觉得真的跟年龄没有关系 我们这场真的做得太好 就是虽然身体很纤细很纤小 但是你的声音是很壮大的 是很明亮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好的演出 really good 谢谢 我喜欢 谢谢 谢谢 林大利 我想你的咬字方面 我希望你能够加强 好不好 像卷蛇字的声啊 石啊这些 好不好 你的声线也行对了歌路 所以你表现得不错的 不过你的技巧轻重这边 还是需要加强一点 好不好 继续努力啊 那拉拉的这首歌 舞台气氛都给你带出来了 谢谢 整个舞台度热起来 那么你掌控的节奏也非常地好 表现得非常地不错 谢谢 我觉得林大利的什么卷蛇音啊 你可以放弃了 她没有卷蛇音的 那已经成为她的特色了 对不对 她看过医生 医生证明她舌头不能卷 其实我觉得像这类的歌曲 就要让她保持这样的原味 会比较自然 如果卷得太像那个名歌的话 有点好像不搭嘎 谢谢老师 林大利听了你的转音跟尾音 这首歌讲是简单 但是如果要唱出那个韵味就不容易 但是我刚才有注意到 你唱的是蛮完整 而且蛮完转 拉拉 你好 你的音乐 拉拉 那我想要吃饭 拉拉 拉拉 因为为什么呢 她唱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想到火跟拉拉能 一把个画面 拿来烤那个拉拉 很有火猴的拉拉 是不是 很好吃的 如果她是拉拉我就是公公了 所以这一首你的音乐其实是带动了你 但是有一点问题就在 因为你的声线开始的时候 你用得太过暴力 爆发 所以到了中间不清的部分 那个音准就滑掉了 整体上来讲你带出了那个动感 不像在比赛 我觉得是一场表演 谢谢 谢谢 林达今天的这个专办 我以为你是来参加选美赛 你的声音红亮 很有辨识度 感觉蛮有味道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赞啊 喇喇还是喇喇 喇喇 喇喇 热情奔放 魅力十足 神的是乐龄有活力 好 夏慧老师 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特色 领导我们都已经知道 她的音色就是在那里 她今天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亮丽 而且咬字方面已经改了很多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拉拉你今天也是 哇 劲爆 真的是整个人是 融在这个奔放的那个感觉 加油 谢谢老师 我觉得林达真的是进步了 她的翘舌音有一了一半了 所以华语好一点了 尤其是她在唱歌没有用喊的 她已经有收放跟起伏 而且是在整个舞台里面 大家都觉得舒服的话是最重要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老师 俊杰老师 拉拉 我觉得好多次在比赛里面 评审都说 很想你把歌那个key再唱高一点点 今天不需要 因为你的高音已经把它抛出来了 那可是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你今天唱歌的时候 已经把那个歌唱技巧抛出去了 你可以完全领悟到在台上 就是要把自己分享出去 给观众感受到那个热力 所以今天你做到了 很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的评判老师们 怎么样伤脑筋地来 打你们两个人的分数 我们请张金泉老师 准备 先来 7号 恭喜王琳达先得1分 1分 曾传河 他给是8号 编号8 叶拉拉 谁是 张仰兴大哥亮分 编号8 叶拉拉 吴坤杰大哥 他是给 编号8 叶拉拉 接下来 我们要请另外的三位一起亮分 1 2 3 好的 朱莉莉给编号8 周泰然给编号7 汪丽珊给编号8 所以我们编号8以5分遥遥领先 而王琳达获得是2分 那现在我们有请王琳达 去我们的待定区 稍坐休息 好 在我们的舞台上呢 只剩下最后的两位参赛者 而且他们师出同门 都是杰出非凡队的成员 是 好 那我们就给你们两位一个选择 你们是要我们抽照片 还是你们自己决定谁先开唱 我们决定由我先唱 好 陈家富是编号9 我们的这个潘子熙是编号10 那请两位到后台去准备一下 我们这些爱唱歌的朋友 总是唱出了歌曲当中的心情 也享受了我们这个舞台 是的 马上欢迎 杰出非凡队的编号9 陈家富带来这首歌《粉》 不愿一个人独自苍狼 不愿留你在天涯海角 不愿一个人独自苍狼 不愿留你在天涯海角 爱里的心肖 只为魂归一次回眸的一笑 这情世场面围绕 总难关了 留住一世情愿的你依靠 不管人间长山多少纷扰 无奈云里的梦里的拥抱 星来后只有无意的寂寥 莫非情路太长太苦 你万了归陀 一生也好 一天也好 明言还是飞越不过 转眼软上 一生也好 一天也好 顺怕天荒地老 人已飘渺 我还在风里 苦苦煎熬 留住一世情愿的离康 不管人间常常多少奔劳 无奈夜里的梦里的拥抱 醒来后这样无意的凄凉 莫非情多太长太苦 你忘了回头 一生也好 一天也好 明言爱是飞越不过 转眼软上 一生也好 一天也好 只怕天荒地老 人已飘渺 我还在风里 苦苦煎熬 一生也好 一天也好 一生也好 一天也好 明言爱是飞越不过 转眼软上 一生也好 一天也好 只怕天荒地老 人已飘渺 我还在风里 苦苦煎熬 成功者的背后总是有无限的努力 因为他们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 是的 别人越是浇你冷水 你越要沸腾起来 是 我们要从别人的失败当中 寄取教训 我们要用别人的智慧来充实自己 我们要用别人的成功来激励自己 哇 倒背如流啊你 头看了一下 OK 好 那马上欢迎编号十 来自杰出非凡队的潘子熙 带来的歌曲是《我愿意》 《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选的东西 如影随形 无声游戏 触摸在心底 中夜 吞沫我在寂寞里 我不离开极 特别是夜里 哦 想你倒无法呼吸 恨不到立即 逃离狂奔去 大声的 我告诉你 我愿意为你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忘记我心里 旧声多音乐 停留在你怀里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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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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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你愿意为你 愿意为 谢谢老师 是 谢谢老师的家导 那子曦 今天这首歌是公认的难唱 是你选的吗 是的 好 为什么选唱这首歌呢 这首歌背后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所以我就很喜欢唱 我就特别唱给一个我心爱的人听 那你心爱的人间有没有来 他到处都在 哦 OK 好 所以呢 就是那股力量在支持着你 对 那两个人间的表现如何呢 就要请我们的评判嘉宾们来说一说了 好 首先呢 让我们来欢迎戴兰姐 两位好 那个家父 你有一把非常好的声音 感情非常投入 而且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 你很懂得怎么去控制自己的声音 让声音跟这个技巧 融在一起的时候 把一首很平的歌 表现得真的是可圈可点 谢谢你 谢谢老师 紫西你让我感觉你外形非常甜美 声音也非常的漂亮 我愿意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的唱法 那像王菲的唱法 很多的气音 那你今天也是用气音比较多 如果中间的地方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chorus的地方 可以力度再多一点的话 可能这首歌就推上了更一个高峰 非常非常的好 两位都今天非常亮眼 加油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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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福大哥你好 老师好 刚才你在唱歌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歌手好像很老练 掌握这首歌 掌握得很好 我听出耳油了 谢谢 加油 好 谢谢老师 另外一位小戏吧 你唱那首愿意吗 你在表现的时候 一开口 脸的笑笑的走出去 我愿意我应该好像播出去一样的 那种感觉 你把这首歌唱出了感情了 而且你用笑脸微笑 表达出这个歌的感情 希望努力啊 加油 谢谢 陈嘉福 粉 这首歌 你的声音跟这首歌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你的感情处理是不错的 你败在哪里 最后最后的副歌 你的声音爆掉 因为你一爆了 然后你之后你就已经力步从心了 坚持不到尾 这个就是我扣分的这一点 加油 然后我们的子曦 哈喽 莉莉老师 你的开歌你有注意到你跑拍吗 还是你没有听到 你在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自己的歌唱那边 所以你没有去注意到你跑拍 刚刚为了为你捏那个跑拍捏了一把冷汗 我还不懂你会不会又从头跑到尾 幸亏你又都回来了 然后我是觉得你整首歌都唱得很漂亮 然后装饰音很美 谢谢老师 今天说家父 你选这首歌曲的时候 我有一点担心 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冷门中的冷门 但我有惊喜 你的音色非常好听 你的处理也非常好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你是一个认真且用功的学生 我举个例子 你的尾音你都有处理 它的声音在你的口腔里面是轮转了才出来 所以那个共鸣感是非常强的 这首歌因为是中漫版的 所以更适合让那个共鸣出来 整个演出来讲 我觉得你准备得非常好 你知道你在唱什么 谢谢老师 很诚挚 仔细我也非常喜欢你 你从头发到脚都是一个活脱脱的明星样 你知道吗 但这首歌打心里面我是觉得选的不是很好 因为这首歌我愿意是属于高音部的 明显听得出在层次感方面 你有一点弱势 你高是上去了 可是那个空鸣的感觉不在 我看完整个你的表演之后 我其实希望说 如果你能够像天使一样的 用多一点空鸣的声音 去支持你的这个诠释法 会比较像是天使在飞的时候 你的裙不会太重 把你拉下来的感觉 好的 所以这方面希望你多加尝试 多加相信自己的声音 好 谢谢 我会注意 谢谢你 谢谢导师 所有的优缺点 评室团老师都已经讲过了 我也不想多说些什么 只是只有给你们一个鼓励的加油 继续的加油 好吗 好 谢谢江辉导师 谢谢小老师 到了半决赛 每一位歌手都很杰出 每一位都有他们的音色 他们的唱法 他们的辨识度 今天你两位给我的感觉是累了 所以当你累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就不准了 不大准了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慢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打起精神 因为你要作战 对 OK 所以加油 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 就是看那三分钟 所以就那三分钟 要真的撑得住 撑得住 你就是赢家 谢谢崔晓老师 今天他们两个人唱这两首歌 其实从刚才那一个画面来 一个很像是在地狱里面 那种焚烧把那个情绪 给释放出来 然后换了 然后那个颜色 又变成天蓝色的 从地狱到天堂上去 然后我觉得 这个也是巧合 把那个节目安排成这样 让我们看了 观众看了 并没有觉得 已经是一个比赛 很像是一个很不经意的 一个小安排 把这个节目安排得非常好 所以两个人 也在这个节目里面 把他唱得非常的丝丝入扣 所以两位都做得很好 恭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那当然我们的评判嘉宾们 又是伤脑筋了 所以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评判嘉宾们 准备好你们的分数牌 我们很快就要请你们 亮出你们的成绩 那这一次呢 我们公布的成绩的方法呢 我们要请后面的三位评判嘉宾 吴坤杰老师 张仰兴大哥 以及David大哥呢 同时亮出好不好 准备好 吴坤杰大哥给编号9 张仰兴大哥给编号10 David 曾传和大哥给编号10 所以紫西以2分暂时领先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朱莉莉 几号 10号 潘紫西 周戴凡 编号9 好 嘉宾 3比2 好 汪丽莉 9号 9号 好 也讲我们现在是3比3 打成平手 打成平手 张金权 10号 恭喜潘紫西 你以1分之差呢 不用去罚坐 那嘉宾大哥 抱歉 先请你到待定区去休息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挑战与机遇并存 十位参赛者在竞争中不断前进 暂时晋级的五位是江梅子 张庆胡 林静耀 叶拉拉 以及潘紫西 暂时出局的五位是朱富强 张允荣 洛林 王林达 以及陈家富 他们到底是暂时出局 还是会暴冷晋级呢 非常非常地紧张 我们的十位参赛者呢 他们的表现 大家都有目共睹 而且很多人都说 他们平分秋色 是的 真的是很难决定 到底让谁进让谁出 是 那站在舞台上 这五位 真的就能够进入到 我们的大决赛吗 不一定 同样的坐在那边带定去的五位 是不是就一定出局呢 不一定 所以最终是要以我们的分数来定夺 好 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分数排行榜 请看 好的 我们看到了 最高分是83.4分 最低分是78.2分 请这三位 在我们舞台上的朋友先出列 有请 江梅子 林静耀 叶拉拉 你们说这三位 谁会进入我们的大决赛 编号集 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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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三位 他们个别是得到几分 请看 恭喜 残位都进 恭喜江梅子获得83.4 也就是我们的最高分 林静耀83分 第二高分 叶拉拉是81.3分 第三高分 恭喜三位 进入我们的大决赛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这两位出列了 当然就是我们的张庆福跟潘子熙 到底是不是一进一出 还是两位都进 还是两位都出呢 是的 你们猜 这两位编号几能够进入我们的大决赛 到底是如何呢 来 请看 排名第四高 潘子熙 恭喜 而张庆福排名第八 庆福 庆福 抱歉 你虽然今天感动到流下了眼泪 不过现在的分数是排名在第八位 现在已经占了四个名额了 就是说坐在待定区有两个机会 好 首先我要请这三位先上台来 我们有请朱富强大哥 张允荣 陈嘉富 三位男士 这三位 这三位 男士 好的 这三位 有没有人能够进入大决赛 你们猜 变号几 几号 是不是二号呢 还是有两位呢 请看 朱富强大哥名列第五 变号几 陈嘉富大哥以及张允荣 分别是在第七跟第十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两位是没有办法进入大决赛 那就是陈嘉富 还有张允荣 好 最后 我们还有两位美女 我们把她请上台来好不好 有请洛琳跟琳达 所以剩下一个名额而已 是 两个人要争取这个名额 你们认为琳达还是洛琳 能够进入我们的大决赛 好的 我已经听不出是几号 就代表了他们的声音 是一样的响亮 好的 非常的紧张 我们就不要再折磨这两位美女了 好 马上就来看看 王琳达跟洛琳她们两位 在我们的分数排行榜上 各式占哪一个名次 来 请看 恭喜王琳达 是排名第六 我们的洛琳今天有点尸体了 排名第九 谢谢 好的 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有些人支持的人没有进入我们的大决赛 你心里会觉得难过一阵子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黄金舞台永远是为你们开 然后洛琳呢终于等待到了 来参加我们黄金年华歌唱比赛的年龄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来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所以你还有很多的时间来磨练自己 我会继续加油 OK 继续努力好不好 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支持 第二次来 对 没有办法进入大决赛 此刻有什么话要说 很开心 因为跟这么多高手一起站在这个舞台 我会继续加油努力 好 加油 谢谢 家富大哥 其实你自己也说了 比赛经验并不是很丰富 这边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的吗 能够站在这个黄金舞台真的是很开心 还认识这么多的歌友 还有玩意儿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张庆福大哥 有什么话要说吗 很满足了 所以我还是很坚持说 我还是为黄金年华打气的 谢谢你 我们四位朋友继续努力好不好 好 我们欢迎你们再回来 谢谢 在这里呢 我们要恭喜这六位打进大决赛 恭喜恭喜 好的 这场的比赛真的 大家都是平分秋色 那当然要谢谢我们老鼓功高的四位导师们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还有 要谢谢我们的七人评审团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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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个星期呢 当然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大决赛了 是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同样频道 千万不要错过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 热力有活力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大决赛的上半场 你那个动感的舞步 连我的心脏还跟着你 有疯疯的这样 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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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猪 你今天出伏计啊 今天呢 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老英雄走夜宫的那种场面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大决赛的上半场 你那个动感的舞步 连我的心脏还跟着你的歌 蹦蹦地跳 老猪 你好 你今天出伏计啊 今天呢 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老英雄走夜宫的那种场面 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 星期五下午3点30分 8频道 你也可以上Togo同步观看 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